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则是吃下了利多的大补丸 股价表现 你以为全面上涨吗 其实没有 有的开高走低 但是有的锁上涨停板 强弱的关键差别在哪里呢 最好的首选又是哪一档呢 另外台股目前总共有17档千金股 这个是史上首见 高价股这么多代表什么意涵 同时如果你想要投资一些高价股 除了去买零股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 就是打包ETF 哪一档ETF最值得你去留意 或者说可以让你一次拥有这些千金股 待会我们会有股票代号密码直接提供给大家 还有哪些千金股呢 即将也要排队来挑战1000元呢 另外很多小股民都在关切的00940 这边听说自救会都开玩笑说准备解散了 因为终于从4月1号挂牌以来 重返了10元 今天还创下了净值的新高 那这边该不该卖呢 我待会不但要告诉你答案 我还要给你一个超棒的解方 教你如何把手中的00940赚更多 不要怀疑 魏彥老师说到做到 待会会教你 那另外重电股到国外 到美国去设厂 这真的是市场所期望的累多吗 还有呢 不要忘记下个月就是奥运会了 这里最有看头的股票首推就是呢 上周新挂牌的6890 LAEKY 关于呢这一档大标股的故事 未完待续 今天呢继续分享 所以呢这么多这么多精彩重要的内容 请您一定要记得YT频道一定要订阅 而且呢您的每一天的按赞 或者是呢留言或者是分享 其实对魏彥老师跟魏彥老师的团队来说 都是呢很棒很大的鼓励 所以呢欢迎大家多多的按赞 多多的订阅分享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台股如果说大盘的部分 真的是不是就呼应了魏彥老师所讲的 得了不会跌的病 其实今天台积电的表现 并不算特别突出 但是也是守在五日均线之上 但是呢2317红海今天呢创新高了 而且呢终于来到了大家心心念念所盼望的200元关卡 今天刚好就是收在200 那关于红海的下一步 我们呢先保留一下 不是不讲 是呢留个伏笔 明天 明天跟大家约定好了 明天我们好好来谈一下红海 但是今天我们先不提 那大盘的部分 事实上呢就像魏彥老师所说的 台积电它将会决定大盘的天花板在哪里 而且除了有台积电之外 还有很多帮手 第二大的红海 第三大的联发科 这些都是帮手 所以呢指数的部分就是不要预设立场 我想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呢 不只是看两万三了 两万四两万五 都有人提出这样的见解 但是当初大盘来到两万点的时候 魏彥老师在节目里面就说过了 甚至上看两万五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原因就在于台积电的目标价 会影响整个台股指数的天花板 所以我们是从呢 逻辑的角度来做分析 那既然合乎逻辑 当然就不可能呢 突然呢变来变去变变变 有时候呢 有些专家在看行情的时候 其实是被当下的氛围 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影响到呢 有了主观的判断 但是呢 我尽量的让自己呢 是用数字 是用逻辑来做推论 所以这样比较呢 不会呢 轻易的受到呢 盘式的干扰的影响 然后我们回到呢 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消息来看 台积电呢 宣布这个COAS要涨价 因为供不应求 好 那讲到COAS 大家呢 很熟悉的是哪些股票 比如说 COAS里面的千金股 三一三一 红素 这是整个目前呢 设备股里面 也是COAS组取里面呢 股价最高的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标的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红素的股价走势 开平高出来之后 却立刻下压 所以假如呢 你认为利多出来 去买它就对了 看起来呢 到今天收盘的结果 却不太好 那再来呢 如果我们看 6187万润 这个也是大家 非常熟悉的COAS设备股 那基本上呢 只涨了40分钟 后面呢 一样是收占了相对低点 或者说像 3583 针对呢 以上这三档 COAS设备股 我想呢 其实就是在2023去年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设备三强 因为当时只要讲到COAS 这三档股票 都是呢 一马当心往前冲 可是今天呢 却反应不如预期 那反应比较好的在哪里呢 我们先看 6640 均华 今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 所以我要帮大家呢 找出这个理由嘛 给各位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 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 有 两个答案 第一 我们在讲 同一个趋势主流 同一个热门题材 往往都是呢 旧不如新 红树 万润 星云 从2023年 只要讲到COAS 大家就想到他们 那他们呢 也都呢 长了好几倍上来 所以位阶高 那利多呢 也反应进去 所以那个兴奋感 新鲜感 当然递减 不是说完全 不会兴奋 完全 不会再长了 但是毕竟 反应了这么久 这么多次 那个兴奋程度 新鲜感 真的是会递减的 可是呢 均华 大家就会觉得 比较新鲜 比较兴奋 那再来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 均华相对是 便宜被低估嘛 我们常讲 红树呢 今年第一季赚5.99 均华今年第一季赚4.93 全年呢 要赚20块钱 两个股本 所以呢 大致上呢 均华的 本益比 如果跟红树 比照来看的话 它的股价 甚至是以呢 3131红树 来打八折都不为过 那红树都涨到 1,200 1,300了 均华还在呢 四五百块钱 当然就是相对低估 所以呢 今天它就是呢 亮灯涨停板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看 6706惠特 惠特呢 今天股价 也创了波段新高 那为什么这段时间 它的走势也特别强 那基本上呢 它也算是 新的COAS的供应链 所以还是在反映呢 市场对于呢 有新吃到订单的公司 往往呢 是比较趋之落物的 资金呢 就会往这一块来做集中 所以有时候买股票 真的不要呢 一直去找标股 过往的辉煌成绩 然后呢 眷恋在过去 那变成说 你一直在守住 以前的一些标的 没有看到新的机会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除了COAS设备是这样子 放大来说 你说去年买 伪创套牢的人 放到今年 不也是一样可惜吗 你如果今年呢 把这个所谓 AI伺服器的资金 从伪创转到广达 或者说呢 你从技嘉转到鸿海 那不是都会得到一个 不一样的结果吗 让你的财富增长 好 我们再回到盘面当中来看 那接下来 COAS里面呢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新股票 包括呢 8028 深阳半导体 这个也是呢 切入到COAS 所以呢 现在股价也是呢 比较强 那今天呢 还有一个值得 我们来讨论的焦点 是台股 目前的盘面当中 出现史上警戒的 17档千金股 我认为未来 要超过20档千金股 都有很大很大的机会 因为呢 千金股 就是高价中的高价 它往往代表的就是呢 现在的聪明钱 他们对于市场的态度跟想法 能够去买1000块以上股票的人 不外乎有钱的大户 主力 还有呢 法人 那这些其实 都是资讯领先者 所以他们敢去买的股票 绝对不是呢 因为冲动而为之 而 这个随便乱设飞标 一定反而是呢 仔仔细细的去分析了 整个公司的竞争力 获利成长性 那其实这也凸显出 现在台湾的基本面 真的很好 所以才会有 这么这么多档 高价的千金股 因为这每一个 都是呢 大有来头 大家的获利实力都很强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呢 有机会来排队挑战 1000元的高价股 还有谁呢 首先呢 今天可以说是呢 已经也到呢 千元的门口边缘的 就是呢 重电股的股王1519 华城 那法人预计 今年赚18.7元 明年就可以赚三个股本 所以 他要挑战千金股 是有这个机会的 因为呢 以外销北美市场来讲的话 那这个当然有利于呢 他整体的 平均单价往上 毛利率往上 而且呢 获得本益比拉高空间 否则过往 重电股如果只靠 国内的内需订单 通常本益比都拉不高 那华城能够呢 高人一等 自然有它的原因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 从 折叠手机的轴层 跨入到呢 AI伺服器滑轨的 富士达 这一次呢 从900多块历史新高 拉回到600多元 那基本上呢 打完底型之后呢 也开始突破了下降切线 所以呢 这边趋势的部分呢 也正式扭转翻多 那预计呢 这个今年赚21.8块 明年呢 赚38.72元 所以呢 事实上这个 本益比比 华城还低很多 所以 如果说华城有机会来挑战千金股 那我认为 富士达 它更有机会呢 占上千金 那的确 法人所给的目标价 目前来看 最高已经高达 1085元 再来呢 则是散热股当中 当然双红奇红 大家呢 也都 普遍寄予厚望 不过这边我们认为 短线上面来看呢 还是呢 以奇红 作为操作的一个重心为主 那奇红上个礼拜五股东会 那其实 会中呢 也释出了 对于下半年营运 非常乐观的展望 尤其呢 近期 6月份呢 有接到一些集单 接到一些集单 那整个一冷散热的部分呢 在下半年 就会开始看到显著的贡献 那预计 这个后续还有呢 新增的产能 所以呢 将会带动它的一个 获利呢 连续的往上去做大幅提高 那这边股价呢 呈现一个单角的V转往上 那今天也是呢 小创波段新高 这几档个股 目前呢 都有机会来挑战千金 那不过对于小资组来说 讲到千金股呢 总觉得好像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那就算买零股呢 盘中挫合 也不是那么方便 况且呢 总不能 华晨你也买零股 齐鸿你也买零股 富士爱买零股 可能也没那么多资金 分散那么多标的 况且还要买台积电的零股 不是吗 所以怎么办呢 来 今天温辉老师呢 跟大家分享 有一档ETF 专门投资高价股 它就是呢 00894 中信小资 高价30 顾名思义呢 这个档ETF的持股 总共就是30档 专门投资高价股 我们先看呢 它目前所持有的千金股 包括联发科 维尹 那嘉哲 利旺 星象 古王 信华 这些呢 其实都是现在 法人 还蛮看好的一些 高价千金股 它总共目前持有的 千金股的数量 就达到了9档 那盘面不是总共17档 千金股吗 那00894持有的就有9档 所以超过一半千金股 都在它的投资组合里面 那当然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它的前十大持股 目前呢 持股是以台积电最重 比重也有来到28.43% 所以呢 赚千金股的行情之外 也能够搭上台积电 问鼎千元的顺风车 那股价其实不高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呢 去参考一下 留意一下 那就目前来说 它过去的一个月的 总报酬率 大概是9.69% 那近一年来的报酬率 则是47.19% 所以其实绩效表现 还蛮不错的 当然就是跟台湾 目前的高价股 来做个联动 那另外一个 大家关心的议题 则是在于00940 终于回到10块钱了 事实上呢 今天它来到了10.09元的 成立以来 挂牌以来的新高 那这里该不该卖呢 我先给大家一个答案 其实所有的台股高股息ETF 不论它成立以后 是否碰到破发 跌破发行价 只要时间拉长来看 通通都是上涨 都是正报酬 所以如果你是闲置资金 买了00940 然后你打算做 长期存股投资的人 其实真的也不用 因为它回到10块钱 就一定要去卖它 因为如同刚才所讲 时间拉长 全部都是会赚钱的 但是如果呢 你有考虑资金效率 请记住了 如果你有考虑资金的效率 也就是说呢 你钱本来就不多 那买了它 可能就影响到 你没有钱 去买其他的标的 那我会建议你 这边趁着它 回到你的成本之上 赶快把它卖掉 我讲话呢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不会模拟难可 我建议你赶快把它卖掉 为什么呢 因为 来 我帮大家做一个 很重要的比较 我拿它跟00919来做比较 首先呢 大家关心的报酬率问题 我们就以00940 4月1号挂牌以来做比较 从4月1号的开盘价来算 到目前为止 它的涨幅是1.61% 那如果抓它的最低点 4月份这个最低点来算 它的涨幅是8.96% 同一时间00919 一样用4月1号开盘价来算 它的涨幅4.42 是不是大胜00940 超过2.8个百分点 那另外呢 从低点以来算呢 则是呢 一样是4月这个低点 同期间 它的涨幅则是11.79 也是呢 赢过00940 将近三个百分点 所以呢 绩效的部分 00919赢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两条曲线 真的走势还蛮接近的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续报00940 因为你相信 你认同它会继续涨 那我告诉各位 919也不会让你失望 你看他们的走势 多么的贴近 而且反倒是呢 919都赢过940 还有一个更直接 更实际的问题 00940的第一次配息 将会落在7月 然后这个配息的金额 进入到你的账户 是落在8月了 可是呢 00919 它在下个礼拜一 就要出息了 最后买进率就是本周五 包含本周五以前 那如果我们看 以这个配息的底气来说 00919 它的收益凭准金 有1.22元 它的资本凭准金 有10.03元 加起来是不是已经有 11.25元 这一次它要除息0.7元 那现在呢 还能够配给大家的就是呢 以收益凭准金 加上资本凭准金 11.25元 大家可以算算看 它可以维持0.7元的配息 至少16G 都不会缩水 因为账上 就是有这么多钱可以配 但是呢 以新成立不久的00940来说 它的收益凭准金只有0.03 它的资本凭准金只有0.06 所以呢 7月份配息到底会如何 配多配少 我想大家心里有个答案吧 这个数字就写在这里了 其实不太乐观 那况且呢 如果你现在呢 把00940 10块以上先卖掉 直接平行移转去买00919 你可以直接先参加 下个礼拜一的出息 那以近期来说 它的一个填息率是100% 而且最快三天可以填息 那平均大概二三十天 差不多就能够完成填息 所以搞不好呢 填完息之后 你要回头再去买00940 都还来得及 当然前提是940的配息要不错 如果配息不好 我想你也不会想买了 所以呢 我给大家一个很直接的建议 虽然这么说呢 可能对元大投信不太礼貌 不过说实在的 管它呢 我在乎的是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 你的钱能不能呢 投资的更有效率嘛 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礼拜 成本之上把940卖掉 拿去买919 那关于呢 相关的ETF问题 我们后续呢 都还会呢 有更多更多的补充 那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不知道呢 魏洋老师的YT频道 有很多的知识 可以让你挖宝的话 记得赶紧订阅起来 包括呢 探讨00940的问题 还有呢 债券ETF套牢该怎么办 前进再次不能忽略的三件事情 所以请大家记得 按赞 订阅 转 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更多操作的建议 我们回来就在一起 魏洋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我们这把时间交给魏洋老师 好 那再来看一下呢 新同学6890来意KY 那这档个股呢 上个礼拜三第一天挂牌 有史以来呢 第一次的IPO上市 当天呢 我们就带家族朋友买进了 那也呢 在当天的盘后节目 就跟各位做了独家分享 事实上 在上个礼拜三 我想呢 全国的节目 应该是没有人在谈这档个股的 但是呢 让大家眼睛一亮之后呢 礼拜四 礼拜五 事实上呢 就蛮多人开始陆续关注他 甚至进场追进了 那当然到今天为止呢 他也没让大家失望 因为所有买进的人 应该都赚到钱 因为他又创新高了 今天来到259.5 那为什么这么厉害 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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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好 那我说这家公司呢 成立了37年 那终于呢 决定上市 这主要呢 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呢 现在呢 全球运动产业的供应链 集中 这种趋势之下 你必须要让自己呢 有资本市场的市值价值 你才能够做大 然后呢 接到更多的订单 那二方面呢 其实现在要自动化 盖新厂 产能要增加 这个也都是非常烧钱的 所以也必须要 来到资本市场筹资 好 那说到他的三大客户 第一 爱迪达 营收占比大概55% 那其中 如果对于呢 这个品牌比较熟悉的一些 可能年轻朋友吧 大概分得清楚 爱迪达呢 有所谓的三线跟三叶草 original的这个次品牌 那比较高档的 比较贵的部分 都是在那个所谓的 original的品牌 那那个部分呢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产品 都是萊姨代工的 那其中呢 像是韩国女子天团 Blackpink 她们脚下所踩的这一款鞋子 叫做森巴 在全世界呢 掀起热卖的狂潮 这个鞋子就是呢 由萊姨KY跟爱迪达 一起开发然后代工的 所以这又表示说 它的设计能力是很强的 那目前呢 Blackpink呢 也已经准备要帮呢 爱迪达代言下一款 预计也会爆红的潮鞋 那当然不用说了 一样是由萊姨KY 设计代工 那萊姨KY的第二大客户 则是呢 Converse 那Converse 它其实是隶属于 Nike旗下 那业绩呢 比较没有呢 爆发点 算是比较持平 至少不会成为脱油品 那第三个重要客户则是呢 Hokka 这是我们讲的 目前呢 在全世界 尤其在美国的这个时尚圈 在整个运动界都造成 一股很大旋风流行的品牌 那Hokka的母公司 德克斯呢 最近五年 股价呢 也狂飙大概五倍 那预计呢 今年给的订单量 会大幅增加 所以呢 营收的部分呢 可以呢 贡献翻倍成长 那另外呢 牵涉到 在2025年 明年 这个 来意KY的另外一个 成长的关键品牌 则是在于呢 大家也很熟悉的 日本的UNIQLO UNIQLO呢 大家讲到它都知道 做平价服饰为主 但事实上呢 现在挟着它的通路 跟品牌优势 也积极地跨入到呢 休闲鞋了 这个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的成长过程 将会挹注 来意KY 在明年业绩呢 持续地大爆发 所以究竟来意KY的股价 它的市值 有机会提升到哪里呢 持续锁定 温阳老师节目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 掌握更多的关键资讯 您可以呢 加入我的LINE 小老鼠 STOCK888 那关键的资讯呢 都会放在我们的记事本 也就是LINE的 官方账号的主页 AddStack888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节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提醒观众朋友 老板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各表加证券 无不当知 财务类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要独立判断 全身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